今天我们来炸生蚝 搭配上泰式甜辣酱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味道非常的鲜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是阿慧 今天我们来做生蚝 也这么一大盘20块钱 看个个这么肥 先用小刀把生蚝取出来 生蚝全部取好以后 我们把它清洗一下 今天给大家分享生蚝正确的处理方式 首先我们拿到生蚝 从它的侧面 生蚝靠窑柱的这边 会有一个它的排泄器官 找到这个排泄器官 然后呢去挤压它 里面会有一些泥土啊 或者是没消化完的一些脏东西 把它挤掉 然后准备一个干净的毛刷 把它的裙边刷干净 洗下来这么多脏脏的凝页 感觉还是有必要刷一下的 接着我们把生蚝放到清水里 先清洗一遍 洗下来也是特别特别的脏 然后把生蚝再放一个碗里面 盖一大勺的食用盐 生粉 两大勺 再加点食用油 然后慢慢的去搅它 让面粉吸附它的污渍 很多黑色的污渍一下就脱落了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还是洗下了很多的污渍的 接着我们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给它彻底洗干净 现在第三次用清水来清洗 洗好之后滤水备用 我看洗了白白胖胖的 特别干净 清洗至水清澈就可以了 今天我用这个方便的方式 去调脆炸糊 如果你想自己调 好我把配番写在屏幕上自行截图 我把配番写在屏幕上自行截图 碗中加入脆炸糊 再加入适量清水 一点一点的加 把它搅至化开 没有硬块 太稀了就加点粉 太干了就加点水 这样搅拌至均匀的酸奶状就可以了 最后再给它加一点点的食用油 如果炸出来会更酥 拌匀后放在一盘备用 水温到80度 就是锅底冒中大气泡的时候 把它放进去炭10秒钟 这样炸的时候就不会防水 烫过水的生蚝呢 倒入盘中 加点食用盐 然后先抹点黑胡椒粉上去 给它抓拌均匀 再给它裹上生粉 用生粉吸干它表面的水分 然后放进脆炸糊里面 均匀的裹上炸炸糊 就这样裹上薄薄的一层 就可以下锅了 油温烧至七层的 就给下入生好了 还炸着酱面鲜 还用的速度了 炸了一个三分钟 搭配上泰式甜辣酱 就可以美美的小用了 冬季天气冷了 生蚝特别的肥 炸好的生蚝外表酥脆 里面鲜嫩 喜欢的朋友要吃做看看 我是安慧 我们下期再见